你以前被人误解,恨不得救助对方衣领,解释个三天三夜,现在不了,如果你不能理解,那我们就分头走,我虽然渴,但不是什么水都喝,两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,快乐是自己的事情,只要愿意,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,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。 三当我们心间那些所有的真诚与流程被善变与粮薄浸透之后,或许怀念,或许伤情,但你依然会选择转身离去,渐行渐远。 四有些事,不是不在意,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,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后果和结果,成熟,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,无人生的旅途,痛才是经历,累才是工作。 变才是命运,人才是历练,容才是智慧,静才是修养,舍才会得到。 另有一些人,他们是脚在你生命中走过,没眼带小,不短暂,也不漫长,却足以让你体会幸福,领略痛苦。 回忆一生,其实,幸福很平凡,也很简单,心无法忧地早睡,对生活有期待,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,就是最幸福的三件事。 早安,把人生难得一知己,得意知己,能知己知彼,能知冷知热,那么是缘分,真诚的朋友值得珍惜就知珍惜。 有人活着,何必那么累? 不要拿别人的标准,来折磨自己,不要拿别人的风光,比较自己的平凡。 是人生要学会不抱怨,不等待,不盲愁,用了观心态去对待生活,人生不如一时十六八九,不可能事事都顺,遇到事情时,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,不要太过执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